好,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项目,是一个电子词典,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电子的翻译啊,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做,我们先呢,来看一下电子词典怎么用吧,其实这个,我这儿呢,有两个文件,一个是这个dict.test,一个是一个.c文件,我们先把这个编译一下,看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吧, 我们先打开运营行,到地盘下,cd,到我这个目录下啊,这个目录下呢,我们有一个dict.test,和一个dict0.c这么一个文件啊,我先编译一下,-o,a,dict0.c, 编译外以后呢,会生成一个,a.exe啊,a.exe这么一个文件,那么我这个文件呢,是这样用的啊, a.com. . start.test AEB,他就叫杨某,我们说ABC,他就说ABC有三个含义,一个是基础知识,一个是美国广播公司,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如果我要说中文,我说字典,它就翻译出来,第一个是字典的意思,它就出来了,它是个翻译啊,其实,而且每次我在做的之前总是要提示,我这次翻译呢, 用到多少毫秒,这是一毫秒,这是五毫秒,如果假设你输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回车,它会提示呢,没有找到,每次指令执行呢,它都会提示耗时多少时间,这就是一个翻译啊,我们可以,几乎我们看到的很多韩,这个英文单词,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你可以通过它自己做的这个翻译软件,电子词件呢,来把它翻译,翻译过去, 如果怎么退出呢,我作为一个指令啊,叫Command等于ESIT,你不能直接说Command,因为Command它可能也是一个英文单词嘛,说Command它是什么意思呢,命令只会意思,你直接说ESIT嘛,它也是一个单词嘛,它的意思就是出口,退场的意思,我想一下怎么办呢,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命令,叫Command等于ESIT,回车,可以退出了, 退出呢,那花了19毫秒,毫秒息啊,1000毫秒是一秒嘛,速度是很高,效率是很高的,那么它怎么做呢,首先我们看第一步啊, 我们有一个文件,叫DICT.test,我们把它打开啊,用英语把它打开,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其实这个文件就是一个电子词典的文件,它这里边呢,它的规律是,第一行代表的是,词条,词条, 词条呢,都是以警号开头的,第二行呢,是代表这个词条对应的翻译,翻译呢,是以这个,Trans,冒号,开头的,它的规律是这样,每一行都是这样的,这个文本文件,这个文件呢,是阿次玛形式的,而且这个汉字呢,就是这个GBK编码的,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呢,汉字的,下半呢,这就是汉字的这个翻译了, 汉字眼角,对用的英语单词,啊,那么这个文件有多大呢,一直到,22204,这么多行啊,应该是22万多行,那么也就是说两行对应一个词条,它应该有十几万个词条,应该是有, 十一万一千一百零二的词条,这是它词条的数量嘛,啊,这么大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也不小了啊,几乎我们常见的,这个汉字和英语的翻译呢,它都在这里边有体现, 它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文件,文本文件,啊,GLASS,这是词条,下半,它有一个规律啊,就是奇数行呢,都是词条,偶数行是这个奇数行对应的词条翻译, 但实际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如果假设你觉得这边词条不够的话,你可以手动往这里边再加,都可以的,可以维护的, 但是这里边,这十几万个嘛,你就不需要单独再维护了,这个量已经很大了,除了你觉得某些没有遗漏啊,你可以自己自行维护, 那么这个电子词条怎么去写呢,这个软件,那我先再把我的,刚才这个表C文件呢,我们打开看一下我的思路是什么啊, 因为这些文件,我是为了能在这个VS里边能编译的,所以前边加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是,如果你要在这个其他的ID里边用,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啊, 这只是为了VS,因为我这边用到了Fopen一些函数啊,对于VS来讲,它不能直接编译,所以加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你在其他的环境下,其实有这句话也不会出错啊,对于GCC来讲,你就定义这么一个红, 它认为你只是定义了一个红,所谓的吧,多它不多,少它不少。 那么下边,基本高汉停投文件,我们先不看它。 这儿呢,我是这样设计的,整个这个蛋白量并不是很大, 我是这样设计啊,首先我定义了一个,最大吸露数, 1111111,因为整个这些词条里边啊,一共是多少个词条呢, 11102个词条嘛,所以我在定义这个红的时候呢,这儿定义了这个, 就是足够能,意思就是足够可以把这边的词条放下, 然后再呢我定义了一个结构 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里边首先它就有一个叫K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词条 再把定义content 这个代表词条 对应的翻译 这是个结构 那么这个到底为什么我定义两个指针呢 我为什么不定义一个指向字符串的这么一个数组呢 是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词条 它有一个规律啊 它有一个特点 每一个翻译的长短是不一样的 有些呢很长 有些呢还挺短 有些挺短 如果假设我要是定义一个固定代表的数组来放的话 就有个问题 如果数组定义的小了 放不下是不是啊 那如果我数组定义大了的话 就浪费了 K也是倒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长短 在文件里边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呢 四个 有些呢 两个 那么对英语单词来讲 长度差距就更大了 解释呢 它的长短也不一样 为了能节省内存 我就定义了两个指针 因为我就是要用堆的嘛 证明 不是用站 站定义的时候就要知道大小的 我们再来看看路口啊 路口 分析一个代码 教大家分析 怎么去分析别人写好的代码啊 这个就是别人写好的代码 我写好的代码 你看到一个代码之后呢 你先上面纵观一下 纵观一下 然后呢 你就直接进入它的这个 直奔主题 从这个曼函数来入手 来分析 这个代码呢 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这个曼函数是个标准写法 那么首先第一句话 这儿 它是什么意思呢 判断什么呢 判断参数是不是 小于二 如果小于二的话 它会打印一句话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在这儿 假设我们直接执行 刚才我们编译的一个程序 回车 这时候这个意思条件 是不是成立了 小于二嘛 那么它又会提着什么呢 提示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可执行程序 后边加一个参数 是字典文件的名称 这个话就这儿打印出来 然后呢 它就retend了 退出了 因为到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参数不足 我要退出的 因为我在执行的时候呀 我这个字典名称是需要 通过参数 这儿 指定的 因为字典名称有时候 可能不是在当前的目录下 它能在另一个目录下放着 我可以启动的时候 指定不同的 不同的字典文件 加载不同的动态 加载不同的字典文件 达到翻译不同的词条的目的嘛 所以我每次启动的时候 需要这样 那么如果我加了参数 回车 它就会停到这儿了 我们看它为什么会停到这儿了啊 接着往下看 这儿 下边再往下转呢 就是带参数了 够了 我这儿做了一个变量啊 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变量呢 它是记载一个系统 函数 执行的开始时间 这个要记载函数的执行时间 因为每次我在启动时候呢 都要把这个 我使用了多长时间 消耗了多久的时间 毫秒 打印出来的 所以我一定要用两个变量 来记载这个 时间数嘛 所以呢 我用这么两个变量 来去做这个事情 这样变量到底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直接往下看啊 因为我经常每一行代码呢 都有注释的 大家看这个代码成功呢 有注释其实好看一些 然后呢 我做一个 这个结构 DICT结构的指针 把它首先定义指针呢 为了一个好习惯 把它定义为一个空指针 就是这个结构 Dictionary的这个结构的指针 这个结构 因为这里边这个数据呢 都很大 十几万个词条 你不能直接 直接做个数组 在这里边 这要一出的 放不下有可能啊 所以一定要 这个时候呢 是用堆的 不能用站了 这个时候 然后呢 我稍微记载一个 函数执行的 记录函数执行的 开始时间 单位毫秒 这个变量就用起来了啊 这个函数返回什么东西呢 就是返回 返回当前系统的一个 时间单位毫秒 单位是Long Long型的 这个clock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在 投文件 Time里边的 标准的C语言的 一个酷函数 那么 我这 那么呢 下边 紧接着 我就调用一个函数 叫 Open DICT 我调用这么一个函数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它内部怎么写的 Open DICT 我这有注视啊 这个函数呢 叫 打开字典文件 并获取文件的内容 它的功能 这是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嘛 是指向一个 字典的结构的 指针的指针 二级指针 大家这儿正好学习 二级指针的用法 这个参数呢 是字典文件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 调用的时候 到底怎么填的参数啊 首先 这个地方填的什么呀 它的 地址 大家能想到 为什么我这样写的 因为这个是个空指针 我要在这个函数内部 给这个指针来分配内存 这个在C元里面 特别特别常用一个 实际项目的技巧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边 分配内存呢 是因为实际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有可能我不知道 这个内存要分配多大 有可能啊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分配内存多大 我直接给它分配的话 大了不行 小了不合适 但是这个函数内部呢 知道这个内存有多大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空指针的地址放到这儿来 让它去分配 下面这个参数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在命令行启动的时候呢 提供的这个 字典文件的文件名 对不对啊 照这个 就是照这个嘛 他就他嘛 文件名 我在启动的时候 照已经提供了文件名了 它会把这两个作为参数 传给OpenDictionary这个函数 照我的注释啊 根据命令行第一个参数 作为字典文件名称 打开字典文件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函数做了什么事情啊 首先 它会打开字典文件 用指读的方式打开 文件名是什么呢 就这个参数啊 而且呢 我在定一个函数的时候呢 这二是Const成型 为什么是Const呢 字典文件名字 我是在函数内部 一定不修改的 所以参数呢 一定是Const成型啊 大家一定要 知道这些技巧啊 基本的 写程序的时候 什么时候用Const成型 什么时候用T成型啊 这儿就没有必要用T成型了 一定是Const成型的嘛 文件名嘛 这个长量 把它打开 如果打开失败 返回0 文件如果假设我提供一个 莫需要的文件 这儿呢 我重来一遍啊 如果假设我提供一个 根本没有的文件 直接 退出了 它为什么退出呢 是因为如果打开失败的话 是不是返回0啊 我们在主函数当中 我们怎么做的呀 打开字典文件 看一下 返回一个side 如果side等于0 怎么办 主函数是不是退了 如果side等于0 打开字典文件失败 程序退出了 所以呢 它会检查 到底这个文件 是不是有效 你不能乱输啊 程序一定是要写成这样 如果你不写成这样 你随便写其他文件名 它还能打开 是不是出错了呢 没有意义了 实际程序 要多一些错误的判断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已有的 这就可以了 花了一百七十七毫秒 我们再回到 open 定乘的位来看一下 打开失败 函数就返回了 返回0 下边 在这儿呢 要给它分配一个地址了 分配内存的 堆内存大小 怎么分配的呢 可不是p啊 是新p 等于 maloc sell off 分配多大呢 maloc这么大 我写死了啊 maloc这么大 看一下maloc 多大 111111 分配了这么多 就在 这些固定分配大小的 在堆当中固定分配了 这么大的一个 空间 给这个参数了 分配完以后呢 把它初始化为零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maloc来分配 如果你要用maloc来分配的话 就不需要这句话了啊 因为分配完以后默认就是零了 把分配完的内存 初始化为零是一个好习惯 因为这里边 这个内存里边可能有其他的历史数据是乱七八糟的 一定要把它记得 整理 也做个清洁 很干净啊 做完以后呢 我再又定义了一个指针 零米纸指针 来指向它 它的位置啊 定义了一个指针 因为这个P是一个什么指针呢 是个二级指针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定义一个指针来指向它的时候 我又要写的是一个新P啊 我不能直接写个这个P 这样的话 实际是一级指针 指二级指针了 为了它的指针提数相同呢 这个指这个 大家把这个指针搞清楚啊 所以呢 P地址和新P呢 就指向同一个手地址 它来指向银币嘛 我们来看 再往下看 我定义一个Buffer 因为我要从这个文件当中 要读数据了 Buffer代表一行嘛 我定义01024 而且这个在站里边的 在站里边定义一个 01024这么大一个Buffer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数量不足以 撑垮一个站啊 而且呢 1024我们每一行 最大的这个行的最大的 长数呢 也没有1024这么大的行 所以呢 我定义1024呢 就够用了 下边 这儿呢 又定义一个长度啊 咱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往下看 这是不是一个标准的语法呀 循环读取文件 直到文件末尾 这儿呢 是个技术器 I是个技术器 我们先也不管它 这个技术器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在代码 代码当中呢 继续看 首先 我会先把Buffer呢 再定义一个Buffer 我先把Buffer呢 我先清空 然后下边 调用FGas 从这个文件当中 从这个文件当中 读一行 读完以后呢 我要知道这个行有多长 指导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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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到底这个字符里边 我这一行我多了 我多了多少字符嘛 放到这个烂里边来 如果让大雨林 正如我读这个有效行 如果是完全是空行 什么也没有 那是有问题的 如果它大雨林 整个那个行 这边是至少有文字的 有内容的 有效行 我呢 做这么一件事情 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让这个像指导 因为这个指导是什么结构啊 这个是不是指导 有这么一个结构啊 让它的K等于Malok来 根据我读到的行数 根据我读到的字符数 来动态地分配一块内存 是不是啊 我读多长 我就分配一块多大的内存 根据字符数长度 分配内存 对一块内存 把分配到的内存呢 Mamset清空 然后 字符出了拷贝 把我读 从巴巴里边读的内容 那拷过来 但是我有这么一个写法 大家看啊 把读到的内容 拷贝到K当中了 我为什么这样写呢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基数行 是什么类型构成的啊 基数行都是一个警号开头的 是不是啊 比方我现在读了一行 读了一行 他是读了这么一个东西啊 读到的这是 那么他一共的 尺寸类反复是几啊 12345678 尺寸类 反复一定是等于8 那也就是我这个代码当中的 这个Line 反复的值呢 是等于几啊 一定是等于8 那么这儿 我分配字节数分配了多少字节啊 8的字节 也就是K这时候呢 一定是分配了8个字节的空间 下边我寻拷贝 要把它拷贝到这个K里边来 从哪开始拷贝的啊 是从Buffer的第一个 不是第0的啊 第一个开始拷贝的 我们看一下Buffer的第一个是哪 从哪啊 把这个作为一个地址 也就是从这开始拷贝的 是不是啊 我拷贝了几个字符 拷贝了几个字符啊 1234567 大概没了吗 所以他一定是拷贝了 这么个东西 拷贝了这么多 我这个Line呢 是8个字符 拷贝了7个 那么K的 对于这个K来讲 最后那个字符就什么了 0嘛 这不就字符串结尾了 我有效的来让字符串结尾了 通过这个方法 并且呢 不用拷贝这个警号啊 因为警号没用啊 警号只需要使这个行举的词条而已 没有实际的含义 我不需要把这个警号 也拉到我们这个K里边来 将读取的内容拷贝到K当中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一个循环啊 还没循环没完呢 这继续又把这个八方呢 我也清空了 我继续又读了一行 因为这个 泰尔斯文件有个特点 最基本的特点就是 第一行是词条 第二行呢 是翻译 所以呢 我整个在代码当中 一个循环呢 一个循环里边 我就读两行 是不是啊 一个循环里边 不是读 咱们之前做文件的时候 都是一个循环里边 都读一行嘛 现在我变了 因为这个文件有特殊性 它这个文件的规律就是这样 所以我读的时候也是 一个循环里边呢 我先读第一行 再读第二行 读第二行 一样的道理 把这个Lan呢 通过StreetLan 把得到的长度取出来 然后呢 根据这个长度分配 Content的这个面容的空间 最后空间 分配完以后呢 清零 然后 拷贝字符串 我从哪开始拷的呀 为什么从这开始拷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表Test里边 你们前面这个东西啊 基础行前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没用啊 这个标识 这是个词条的翻译嘛 不需要把它拷过来 首先这几个 123456 拥有六字符 就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 我的拷贝呢 就是从这儿 开始拷贝 但实际呢 这个代码 这儿还是浪费了一些空间的 如果假设我要写 比较严谨的话 照应该是直接分配时候呢 Lan 减去 减去几啊 减去六 减去五吧 应该是 最后你要给它留个零结尾吧 减去五啊 比较 如果比较合适的话 你应该是 这样啊 这样至少这六个字节内存呢 也不用浪费了嘛 就合适了 但实际呢 我也偷了个懒 反正浪费就浪费点吧 至少浪费这点呢 应该消耗不大 一个词条几个字节 一共浪费了内存呢 也就是几K吧 我的地方呢 好几兆的内存呢 浪费了好几G的内存呢 浪费一个几K 浪费一个几K 其实难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呢 我再去偷了个懒 没有减 把那个精确到 减那个字结束 如果假如你特别 非常精简的话 你算得很细 你应该把它减掉 但即使减掉呢 你最后应该算一下 实际逃脱系统的内存 能被4K为一个单位的 你看最后能减多少 实际省不了多少内存 如果你知道是嵌入这系统呢 你要减一下 如果你是在Windows上 或者服务器上做的 减不减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浪费的内存不会特别大 最后到我再就没有减 那么简单的就是代码来讲 你不能说 那个内存多 我都浪费啊 如果合格的代码来讲的话 你应该精打计算 不要全浪费嘛 做一个勤俭持家的好男人 你应该把它这个客观的减掉 我这没有减 然后把它 又考到Content里边来 然后呢 Content的 这还有一个爱爱家家 为什么意思呢 我循环一次呢 我就爱加一次 意思就是我统计的 不想统计这里边有多少行 我只是想统计这里边有多少个词条 是不是啊 爱这样反复的值一定是词条的值 而不是行的值嘛 读两行爱才加一次嘛 我这样是个爱是技术器 他就能知道 我一共读了多少个词条 读完以后呢 F close 关掉 关掉以后 看一下返回什么东西啊 返回读取到的字典词条数 我把爱作为这个返回就返回去了 整个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硬的 我这也是把握的是一个爱 那么这样做完以后 相当于什么东西啊 相当于在do里边呢 有一个数组 do里边有一个start 有这么一个数组啊 那么这个数组里边每一个成员 配呢代表的是啊 每一个成员是配的代表 词条 名 content 词条翻译 就是啊 它是这个 都是在堆里边 这个东西是在堆里边的啊 具体这边这些词条的内容 这些 content也是在堆里边的 我这个整个这个代表没有用站 因为这个程序不适合用站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不适合用站呢 很大 而且呢 它的大小可能是变化的 用站就很死板了 所以呢 用堆 用堆来稍微复杂一点 等你要用它灵活的话 它很好用的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把 慢点C我们看完了 把这个open Diction看完了 我们再往下走 那么准备的函数执行完以后 这个side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词条数啊 就是整个这个词典的词条数 词条数只要它等于零 我就返回了 没有词条码 读不到 下边这儿 这个地方呢 得到 看一下 得到系统 当前 时间 单位 毫秒 然后做了什么事呢 Cruise F 打开字典 使用了多少 毫秒 因为我这个数据类型 是Long 类型的 所以呢 我用这个LD 来打印它 实际你直接写D问题也不大 因为在这个系统下Long和 应该是一个大小的 但是我为了代码兼容好 因为你把这个代码拿到UNIX 再去编译也可以 但那时候呢 可能出现这个 如果64位系统的话 Long它是多少位的呀 64位的啦 所以呢 为了兼容好 直接呢 严谨一些 写成这样 代码不管在哪个系统下 都不会出错 包括我在这里边 写这个Maloc的时候 我都做了一个强制转化 谁虽然你不这样写 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假设 你在C++里边去编译它 就出错了 我为了我的代码 能够特别好地 兼容任何操作系统 任何编译器 我的代码方式通用的 你拿这个代码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 都可以编译的 这就是一个合格的代码 你要考虑很多 这也要考虑这点 这就是什么东西啊 按着MS减去startMS 是不是 它得到系统当前时间毫秒 它照得到了当前时间毫秒 那么它俩一减 是不是就是寒数执行的一个差呀 打印寒数执行时间单位毫秒 所以呢 代码当中呢 就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OpenDICT U177MS 这句话就是我这儿打印出来的 就知道当前我这个函数 打开这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打开这个文件用了多长时间呢 177毫秒嘛 就把这个文件打开 放到内存里边去 下边 定理了一个K 定理了一个抗子 这两个并没有用堆 只是用站 因为就雅而已嘛 不多 我用两站的那种 解死的一个数捕 做一个死循环 Val 死循环 我们看你死循环里边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是不是先把这俩buffer清空啊 这是个好习惯啊 因为这俩buffer 这俩反复是在循环里边 重复使用的 你不清空它 它有垃圾数据的 清空它以后 在这儿 SKF 从键盘得到用户输入 这儿 那也就是说 现在代码到这儿不动 是到哪了代码 是不是到这儿了 现在我的代码 这儿不动了 等待你的输入 这儿 那么假设我现在梳理一个 ABC 假设啊 回车 看到那么一个东西啊 我们看这个怎么来的 那么你输入ABC 回车 是不是SKF这句话 开始往下执行了 执行了这儿 那它就判断 如果输入的值等于 Command 等于Exit 它就退出 我是用N比较 就比较这个字符 也就是说 假设我这段输入是 COMMAND 等于Exit 即使你后面再加了别的东西啊 也无所谓 因为它判断的就是这前12个字符 是不是等于这个啊 回车 它照样 退出了 就什么了 就不认识了嘛 对不对啊 旋回结束了 如果不是这样 我说ABB 回车 它是羊毛的意思啊 ABB 那么 这个时候 如果假设我说的不是啊 Command等于Exit 程序干什么呢 我们往下看 继续 这儿是不是记载 开始时间呢 记载计数器 计时器 这是计时器 计时器 计时器在一个开始时间 因为我每个指定执行完 都要打印一个 消耗了多长时间 这是一毫秒啊 下边呢 调用一个函数 叫Search DICT的一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什么东西啊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指针 这个东西 它的内存在已经分配了吗 堆里边是不是把它的空间已经分配了 所以他把它传到这儿来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Size 这个Size是什么呀 词条数 第三个是什么 K 用户要输的 具体它要找什么 比方它输的 如果用户输的是 ABB 那么它这个K就是ABB 如果用户输的是 ABC 那么这个K呢 就是ABC Content它是个什么呀 现在还是空的呢 是不是啊 什么也没有 根据用户输入 在字典中检索 就是Search DICT的功能就是这样 一共四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Search DICT 它是怎么工作的 看一下 第一个参数呢 是这个指向了结构的这个指针 因为呢 这个指针只是在它打开的时候才填一个值 在检索的时候是不能修改的 所以看一下我这怎么定义的 是不是有个Cont 因为这个指针在这里边只是检索它的内容 并不会修改它的内容 不允许修改 所以Const 大家记得 自己用户输入也要严格的注意这一些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代小磁条数 第三个参数呢 是Const 刷新 因为K呢只是检索的 不会修改 所以Const 看第四个参数成什么了 Turl型 为什么第四个参数成Turl型呢 是因为我需要通过调用完这个函数以后 这儿 把翻译完的词条呢 放到这个Const里边去 这个Const内容是需要被修改的 K内容不修改 Const内容要修改 所以呢 我在定义中严格的这儿呢 写的是X型而不能是Const 这个Const 就要变化 为什么这儿是一个一级指针 不是二级指针呢 是因为这个 这是站空间的内容 已经有内存了 不需要给它单独分配内存的 这是一个站里边的空间 已经有了 1624 只是上需要给它改变它的内容 值就可以了 不需要分配内存的 下边呢 这儿又做一个I 这是个循环 循环的开始I等于0 I小于多少 Side 有多少词条 我就循环多少次 是不是啊 这个Side从小来的啊 这个Side就是从Open Dictionary这边反过纸来的嘛 所以呢 在这儿 循环 这个循环的意思就是 便利这个字点 便利它 我们看便利它的结果 首先我们会判断 如果这个K里边是等于空 或者Counter等于空 我都Continue 继续循环 就证明这个里边有非法的一些东西啊 空是吗 空是我就不需要再判断它了 Continue 如果不是空的话 我下边就会比较 如果这个K 也就是说 这个里边这个K 等于 这儿这个K 结构里边的这个K 等于这个K 代表是不是找到了 找到我要这个词条了 如果他 他俩是相等的 这个结构数组里边 对里边这个结构里边 这个K 和我这个函数的参数的K 相等 那么我就把Counter 给它考过来 看到了吧 把Counter给它考过来 找到了符合条件的记录呢 同时我就返回 还是就返回了 返回一个1 代表找到了 一旦找到这个Counter里边 是不是有内容啊 就是我 可以词条对应的欢迎内容吗 把它放到这儿来了 如果最后返回 Return返回0了 意思是什么呢 整个循环都循环完了 也没有找到 证明你这个词条是不存在的 比方说我这儿 处理不存在的词条啊 整个这个循环都循环完了 还没有 意思就是没有找到 所谓条件的记录 我就返回一个0 我们看一下 在主环书当中怎么写的啊 寻找词条 把它弄 如果它返回1 我就打印什么东西啊 把Counter内容打印出来 这时候Counter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K内容的翻译是不是啊 如果它等于1 我就把它else 如果它返回0的话 else是不是到这儿来了 如果它返回0 我打印什么东西啊 没有找到 我直接打印这么一个英语单词 我们看一下 我知道随便书一顿 一顿先打印什么东西啊 没有找到 它不管打印的是词条内容 还是打印的没有找到 它总之它最后再记载一个结束的时间 然后 把这个函数执行的时间呢 再打印出来 我们看 下边是不是打印的是一个 执行的时间呢 单位毫秒 那么执行完以后 继续往下再走 再多了个喷号 又回来 继续循环 继续循环 那么什么时候我输入一个 command.esit 它就break break以后到哪了 是不是到这儿了 我们看一下 comand等于esit 那么它一旦break以后呢 它就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儿来 它又是记载一个 当前时间 开始时间 然后调用人叫free dict这么一个函数 我们看这是怎么做 它一定是释放对空间的嘛 我们看对空间怎么释放啊 参数有两个 看一下 一个呢是这个 sit 这个结构 另外一个是词条数 回来 到这儿来 也是一个循环 先变一词条数 在变一词条数里 它要干什么 它分别要把这个k和cun先释放 然后呢 再释放它自己 对不对啊 你不能先把它释放了啊 你把它又直接释放了 这里边这些都是垃圾了 释放不了了 因为我们在分配内存的时候是 先分配了 它 然后呢 再一次的给它这里边的 k和cun的呢 这儿分配了 内存 所以呢 就释放时候 一定要先释放你分配里边这些内存 然后呢 再释放你的 这个最外边这个结构的 这个 对里边的数组 对不对啊 这个顺序要搞清楚啊 你不要以为直接把它释放就ok了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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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 Malot和Free 要配备使用的嘛 完了以后 在这儿 释放以后 记载一个函数的完成的时间 再把它打印出来 所以呢 我们在代码当中看一下 这儿是4毫秒 这儿呢 是 退出呢 用了16毫秒 因为毕竟我要循环 把这个k和cun的都释放 然后呢 再释放自己 这个时候呢 要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是不是啊 比普通的循环时间要长一些啊 那么 Return 整个这个代码就ok了 这它一个思路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说这个函数的 这个程序的问题在哪里啊 这个程序实际是有问题的 在哪里 哪呢 我写一个最大词条数 那么假设 这个词条数变多了 超过这个 这个数会怎么样啊 程序会崩溃的 为什么会崩溃呢 看我怎么写的啊 我这直接做一个循环 我固定就分配了 这么多一个大小 但我在循环上呢 并不去判断 我一个就要把这个文件读完 如果假设这个文件词条数 超大于这个这个数量的话 还是循环数还在继续啊 是不是就念成越界了 就出错了 所以呢 这个程序实际有问题的 不能这样写啊 不能这样写 这样写是有问题 这样写是简单 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词条很小呢 就几千个词条 我几百个词条呢 你一下搞这么大一出了 是不是浪费了 因为它是固定的 分配这么大 所以呢 这个程序 虽然这个代码 现在跑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程序 还没写完呢 那么 现在呢 我并不打算再写了 把这个代码呢 会发给大家 大家会把我这个代码 看一下 怎么来 有什么想法能做到 这个文件有多少词条 我就占用多少内存呢 更智能一些嘛 对 同学提的非常多 先把这个文件打开 先不要读它的内容 先从中读到 看看有多少行 根据行号呢 这动态的去 分配一个大小 是不是啊 这样就好了 如果文件的行很少 我说文件站得很小 我说文件站得很小啊 如果行很大 我说占用内存也很大啊 动态的文件 根据文件大小就可以了 那么需要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无谓的把这个文件读两次 是不是啊 如果文件很大 你读起来效率也不高啊 你想想效率高嘛 你读了一遍 回头再去读一遍 第一遍只是想知道 它有多少行 这是一个思路啊 没有问题 这个思路没问题 还有一个思路 是什么呢 练表 练表 我读之前根本不需要 知道这个文件有多少行 我只需要改一下 这个结构的内容 改成这样 加一个这个 每次读的时候 我不是速度啊 我是个电表 每次读的时候 我就动态的往电表 后边给它加一个节点 加一个节点 能够有多大 你就加多少节点吗 我还需要读两次吗 就不需要了 所以这是更多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用电表 特别适合的 这个项目 唯一的缺点 在电表 多了一个指针的一个成员 这个消耗其实不大的 这个对内存在占用不大 因为它四个字节 一个成员嘛 这也多一个消耗啊 但至少可以做到 自由的这个文件有多大 我就有多少个节点 相对于代码 其实来要处杂一些 因为现在你要控制这个链 控制它具体链里边 这个内存 相对比较麻烦 但这两个方式呢 都可以 当然我也会 整个把项目讲完以后呢 这两个方式 我都要给大家讲 同时要给大家讲 怎么把它封装到图形界面下 但是到现在呢 我想把这个思考题 先留给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来想一下 这个东西来怎么做 我先把这个原代码呢 和这个 TEST先 PQ吧 PQ发给大家 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怎么做 分别用叫 二次文件打开法 和 链表法 来怎么能 做优化的 把这个程序做完 因为我现在写成这样 真是不优化 而且是有危险的 文件一旦不对的话 我这个程序呢 可能也崩溃啊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两个 先发给大家 用PQ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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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